光山和夜市大口吃麵 連數急跑第一天 郭台銘持續夜市人生 還不忘大開政策支票 小將力再度化為超能力 但這一天郭董走到哪 被問到哪的關鍵字 是新竹市長高洪安 1月19號郭董說 曾經開口閉口都驕傲地 把自己是高洪安師父 掛在嘴邊 郭董卻一夕之間不停了 讓高洪安一聽到郭董 馬上笑不出來 沒想到事隔一天 郭董又跳出來 澄清他講的這個人 不是高洪安 我講的是現在的執政黨政府 以相同的標準 兼所有執政黨你們的立保員 你們的助理 你們發生所有的弊案 郭董還是回頭站在愛將這一邊 但一路栽培高洪安成為新竹市長的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想法可不一樣 民眾黨基本上它是個自主性超強的團體 像中平會也是獨立運作 結果出來我們只能說尊重 捲入弊案的高洪安被民眾黨停權 柯文哲也不再高喊心疼 只懶懶地回應 尊重中平會 郭台銘的民調現在已經趴在地上 所以已經沒有辦法可以再趴了 所以當然郭台銘就很喊老天爺 郭跟柯他們兩個已經陷入所謂那個困獸之鬥 也就是說已經不知道怎麼辦了 所以先切割再想辦法 光舊選情就自顧不暇 與高洪安保持安全距離 是郭台銘和柯文哲眼下不得已的辦法 進行文理壓制頂方子張建文怎麼報導 立刻下載進行文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